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一起来关心9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海亏台风这一次从台东东河登陆 不过南花莲次乡镇也在七级暴风圈范围之内造成了极大的风灾农损 因此农业部长陈吉仲今天上午就特别是查了复理 以及玉里镇、水稻等各种农业灾害 而县长许正伟强调,除了是农灾的补助 尤其对于智山防洪的建设工作,建议期盼农业部执行到位 也获得了农业部长陈吉仲的正面回应 一早8点40分左右,农业部长陈吉仲、立委副昆起 及换连县长许正伟同步抵达复理乡农会展售中心 听取由各机关单位、乡公所及在地农会 针对各项台风灾害进行简报说明 从农录、农地、灾损、涅饰道、水稻、咖啡大豆等各类农中无灾害 或者布里乡农会、粘米厂设置设备与稻草艺术作品、魁笋 还有南区两座金针花季也泡汤提前终止灾情惨重 农家子弟出身的农业部长陈吉仲听了心情也十分沉重 那当然我们从我们的整个状况里头 从我们农水的调查、从我们的水稻、金针、咖啡以及梅子 还有包括我们农会自己的主体建筑人做第一个报告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 今年的花季大概就结束了 那明年可能还可以再做期待 事实上花莲从去年0918强征后尚未完全复原 紧接着今年从杜苏瑞、卡努、苏拉到这一侧的海魁台风 接而连三密集性的侵袭破坏更是雪上加霜 农产建设到智山防洪问题也不上台面 县长许正卫特别强调除了农灾辅助 尤其对于智山防洪的建设工作 建议期盼农业部执行到位 智山防洪的重要事故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智山防洪的工程 用以前的方式来做 那可能已经有一些是非常的老旧 可以需要重新来做检讨 视察也了解花莲这一次海魁台风 所造成农业等各方面的灾害后 农业部长陈吉仲也正面回应 会来积极的办理 而且会将这一次海魁台风 对花莲所有的影响的公共工程 跟农业部有关的 会来提报给公共工程委员会 针对了这一次海魁台风 造成农作物农损 农业部昨天已经公告 金针农产天然灾害现金救助 另外包括咖啡、大豆、梅子、苦茶树等 各类农作灾害 部长陈吉仲表示 将做滚动式调整 立即进行公告 记者是越南复理采访报道